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雨 第769集 萧九安一行人低调离京 五人分成两辆马车 一路日夜不停地赶路 没事五人绝不轻易出马车 以免引人注意 没有办法 他们五人不管是谁 站出来都十分引人注目 不管怎么乔庄 都掩饰不了与生俱来的气质 尤其是墨七夕 他那一头标志性的银发 站出来就等于明晃晃地告诉别人他是谁 未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尽可能少外出很有必要 要知道 燕北王和纪云开两人 这个时候应该是被困在别庄的 要让皇上的人发现他们离开了别庄 还拿到了证据 事情就会很麻烦 萧九安虽然不怕麻烦 但却不想惹麻烦 惊动了皇上 他们就无法悄无声息 不惊动任何人的去要门 哎呦多久才能到呀 天天窝在马车里 我都快废了 一连坐了五天的马车 废小柴第一个不耐烦了 捏捏地趴在诸葛小大夫的腿上 一身紫衣皱巴巴地缠在身上 看上去就像是偷穿名门大少衣服的江湖小贼 哦 要门离得还有点远 还有五天才能到 诸葛小大夫听到废小柴的抱怨 一脸自责 主动退让 要不往我边上坐一点 你躺下来睡会儿 不要 这几天躺得我骨头都酸了 就让我这么趴着 废小柴一脸傲娇地抱怨 明显得了便宜还卖乖 默契西看到两人的相处 不由地摇头 初时 他一直觉得废小柴在欺负人 后来才发现 废小柴这人很有分寸 即使诸葛小大夫好说话 一再退让 他也没有得寸进尺 他大概有些明白 为什么萧九安会一再纵容废小柴了 这人虽然没啥脑子 但确实是真性情 而且本性善良 让人无法讨厌他 默契西看着不断抱怨 却没有真发脾气的废小柴 不由地露出一抹淡淡的笑 他们这辆马车很热闹 从出发的那一刻到现在 废小柴的嘴巴就没有停 让默契西十分不解 这人怎么有这么多话要说 不过他并不讨厌这种热闹 身边有这么一个 叽叽喳喳嘴巴不能停的人 其实挺有意思的 感觉生活一瞬间生动了 不再是死气沉沉的 和默契西三人坐的马车相反 萧九安与纪云开两人坐一辆马车 却没怎么说话 大多数的时候两人都在睡觉 醒了纪云开就陪萧九安处理公务 萧九安人虽不在京城 但京城的消息却一一传了过来 王家果然有问题 王家那位少主 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牺牲品 纪云开看到萧少蓉传来的消息 不由地摇头 王家还真是狠 居然连血清骨肉都能牺牲 为家族牺牲 再正常不过 身为世家子弟 时刻要记住家族利益高于一切 在家族利益面前 什么都不值得一提 给萧少蓉传消息 王家的事要怎么做 由他们四大世家自己处理 本王不会插手 世家的事还是要交由世家自己去办 毕竟只有自己人才知道自己人的弱点 由凤齐萧三家出手 王家必败 王家倒了 齐家垮了 皇上成了最后的赢家 没有四大世家与皇上抗衡 他很快就能收拢政权 政权集中后 下一个目标 就是你们这些手握兵权的了 季云开放下手中的消息 轻轻地叹了口气 天启的局势骤变 怕是会引起内乱 而疑乱什么痴妹王俩都会冒出来 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皇上赢不了 选妃立后 能让政权格局重洗 你要做什么 十方世界与凤卫队有什么关联 我们不知道 就让他们自己浮出水面 齐家垮了 只要他们足够听话 本王不介意扶他们一程 没有王家 还可以有周家 张家 李家 皇上想要收拢皇权 没有那么容易 萧九安原先 从不愿意把心思 花在天启的政务上 但现在不一样 十方世界的出现 让他不得不重视天启的格局 十方世界目的不明 来历不明 他不知道十方世界最终目的是什么 但他知道天启不能乱 至少现在不能乱 一个混乱的国家 才会给外来势力有机可乘 他必须保证天启稳定 让外来势力无法进入 让十方世界无功而返 你要齐家送女入宫 齐家愿意吗 还有 你就不怕齐家最终倒向皇上吗 以前的齐家不会愿意 但现在的齐家会愿意 除非他们想要败露 至于倒向皇上 世家的教养你看到了 为家族牺牲是他们的本分 齐家虽然不成样 但为家族牺牲 家族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 却仍旧深刻地刻在每一个齐家人骨子里 就算他们倒向皇上 也是为了齐家的利益 他们不会为皇上而放弃自己的权利 而且四大世家虽然权势不小 但并没有与皇上对着来 四大世家一直以来都是依附皇权而活 他又不要齐家倒向他 齐家倒不倒向皇上 他一点也不在意 我以为你要把后卫送给齐家 姬云开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扶齐家一把 就是让齐家成为外戚 让齐家女成为天启皇后 天启的皇后可不一般 天启的皇后手上有凤卫队 坐上后卫就等于一生无忧 甚至还暗中握有一大批势力 萧九安眼睛微眯 露出一抹冷酷的笑 怎么可能 后卫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上 实情不是一直想要做人上人吗 本王给他一个机会 你想让实情郡主坐上后卫 会不会太危险了 那么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好吗 而且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还无法生育 一个看不到明天的皇后 得多疯狂 本王曾经印过实情 会让他坐上后卫 虽然他一直不信 但本王许下的承诺就要办到 皇后的位置非实情莫属 至于危险 本王倒要看看 一个坐上后卫就没有利用价值的女人 不依靠本王这个兄长 还能依靠谁 坐上后卫的实情 就再也不可能染指燕北军 没有接手燕北军的机会 实情还算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